大水泛滥 你仍然作作为王 主啊 你应许我们 虽然有千人扑倒 万人扑倒 这才必不领导我们 主啊 因为我们是你所呼召的 也是你眼睛的同仁 你必保守我们到底 主啊 我们赞美你 主啊 虽然有些同学 受到难处影响 主啊 不在我们当中 你也保守他们 有平安的脚步 能够快快地回到我们当中 主啊 要我们真的生活 在这些末世的时候 我们需要更加倍地警醒 分辨各样的丰盛 主啊 不要被这些 外面的一些的资讯影响 让我们听你的声音 行在你的旨意里面 主啊 我们再次把 这门课仰望你 让我们真的看到你 何等地爱我们 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帮助我们 能够遵守你的约 我们仰望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我们知道在 十七世纪 1643年 正是这个内战开始的时候 清教徒们 我们就在这个议会里面 就提出了 召集120位牧师 他们用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昼夜地来思想神的话 写出了我们旨意教 差不多一千多年来 最完整的信仰告白 就是Mesmith Confession 那我们特别 从他们的第七章来看到 来论到神与我们立约 我们先一段一段来读 然后来讨论 然后再更多的来分析 好 我们先读这个 第一段一同来 神与受造者之间的距离 是如此遥远 甚至需要理性的人 多担顺服神为其创造者 然而若非借助 在神那方面的自动迁就 他们绝不能从神有所获得 作为他们的祝福与赏赐 神愿意用利益的方法 来表明他这样的辅救 我们知道在伊甸园里面 神远利约 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个约 叫做公主之约 也叫做亚当之约 和西亚书第六章第七节 讲到亚当被约 那么 第一段所说明的是要表达 一个什么重要的真理 看到吗 神的辅救 因为当我们想到公主之约 我们就想到好像是 这个完全是你个人工作 所赚回来的 好像不是恩典 对不对 好像我们把工作制约 跟恩典制约对立 恩典制约是恩典 不是靠我们的行为 我们得救 完全是因着神的恩典 因着我们的信 但这里是要表明 连工作制约 也是一个什么 神的什么 谦卑跟辅救 其实这个工作制约 也是一个恩典 因为神不欠我们什么 为什么要给我们好处呢 我们本来就是 好像是奴仆 好像就是一个受造的器皿 我们不应该得到任何的好处 但是神特别用这个约 透过这个约 来向我们赐恩 然后这个约 我们发现 是有一个的 我们的参与 所以我们来读第二段 一同来 神与人 行为工作制约 以完全的和个人的顺服为条件 神在此约中将生命应许给亚当 并在他里面应许给他的后裔 好 我们一同翻到创世纪 第二章 解释 神给亚当立约的一个情况跟条件 当然在创世纪里面 没有用到那么复杂的约的观念 但当我们读创世纪 第一章到第二章 你就看到有这个约的精神跟内容 我们一同来看二章十七节 一同来 只是分别善若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那你看到这个约的一个工作的要求 或者说一个行为的要求 是什么 不可吃神所定规的这个善若果树 那其实这个只是一个看得见的定规 其实亚当被造 按照第一章二十六节 神是用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他 这个表示一件什么事情 神的形象和样式造在亚当的里面 表达一件什么事情 是不是只是哇我们很像神 很威风呢 这个形象样式究竟表达一个什么 注意我们的神是什么 这个道德的神 你们 我们的神是个公义的神 我们的神是个慈爱的神 所以神按照他的形象 让样式造我们 表示我们也得着什么 他的俗性 他的道德 他的公义跟圣诀 所以 神创造亚当的时候 创造亚当的时候 也把这个道德律 从他的形象跟样式 而创造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是个道德人 Moral man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神 是个Moral God 我们的神是因为有道德美德的神 假如我们的神不是因为有道德美德的神 配不配我们的敬爱他 敬爱他 不配 假如我们的神只是全能的神 却没有美德 没有公义 没有圣洁 是个Dictator 是个暴君 今天很多的政权可能很有能力 但是 不一定是个Moral Government 不是个有道德的政府 他这个道德的源头 假如不信神 不信圣经 就变成完全相对了 什么是道德 没有人知道 但是感谢神 我们的神 他是会道德的神 所以 我们是有道德的人 同时神把他的Moral Law 放在亚当 夏娃的心里面 而这个的道德律的要求 一个中心的思想是什么 中文是两个字 顺服 保密一件事 那么怎么显明亚当的顺服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创世纪》第二章 透过一个有形的 看得见的这个散落果树 不是这个果树 这个果子有毒 只是一个的记号 来显明亚当夏娃对神的一个顺服 也是一个界限 也是一个被造之物 跟创造主的一个的foundary 一个界限 不可逾越的 又透过这个来显明 所以只是在第二段里面提到 这个工作 这个work 这个work记住 不是像我们三般的工作 是一个moral work 道德的行为 道德的工作 而这个moral work 这个工作 就是透过顺服 神的约规 规定 Covient law 好 这是第二段要表达的 那么 同时你发现 应许给亚当 并在他里面 应许给他的后裔 这句话表达什么 你会发现 圣经不会讲夏娃被约 虽然是夏娃先犯罪 先跌倒 会把这个原罪 讲到这个一人 当我们读罗马书第五 他绝对不会想到 这个人是谁啊 夏娃 虽然他是第一个犯罪的 确实把这个人 把这个罪归到谁的身上 亚当 为什么 看到吗 神与谁立约啊 与亚当 假如亚当能够守住这个约 这个约里面的生命的恩典 因着亚当代表全人类 这里 一句话所表达的 并在他里面应许给他的后裔 同这句话 看到这个约的代表性 亚当是代表着全人类 他的后裔子孙 假如他能够顺服这个约的要求 爱神 顺服神 也守住这个善恶果树的定规 经过这个的 我们在神学上叫probation 一个考验期 真的活出他的顺服 守住了 那经过这个考验期之后呢 神会把 这个工作之约的 这个生命应许呢 赐给他 跟他所代表的人类 所以这里看到这个约的代表性 它是个representative 也叫做covenant head 这些资料抄起来 讲语不能打得那么完整 好 这是第二大段 所以给我们表达的 第三 我们一同来 人因 人基因 一同来读 基因堕落 使自己不可能借此约得生命 诅咒愿意立第二约 普通称为恩典之约 他凭指约将生命与救恩 借耶稣基督白白赐给罪人 要他们信耶稣基督得救 并应许将圣灵赐给一切预定得圣灵的人 使他们愿意并能相信 看到什么 这个第三段 你读到这些什么 看的是什么重要证明 很多教会不接受 也不懂这个 你发现 哦 原来神跟全人类所立的约 只有两种 第一种在伊甸园里面 叫伊甸园之约 也叫做工作之约 是靠人的行为顺服 而得到约里面的祝福 第二种约 叫做什么 安典之约 第二个约 神跟人类 所立的约 原来只有两种 或者是两个 第一个亚当都代表 第二 是个恩典之约 那这个恩典之约 等一下它就说明 如果从旧约发展到新约 整个都叫做恩典之约 而到最后 是通过耶稣基督 把这个整个人类的恩典之约 把它成就 而这个约 有什么特点 刚才提到工作之约的 Covering Hat 是亚当 那么这里是借着谁啊 耶稣 所以耶稣 在最后晚上说 跟父神 祷告 拿着这个杯 耶稣什么算高 这杯是用我的血 所立的新约 当耶稣在算高 这件事情 表达一件什么事情 有没有看到 伊甸园里面 亚当跟神 神与亚当之间 那个立约 然后在最后晚餐 耶稣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 所立的新约 有没有看到 这两个情况 的类似 看到了吗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 新约 对我们是恩典 但是对于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是完全 站在 陌后的 亚当的地位 如同当年 在伊甸园 要守住神 对人所要求的 所有的约 所以这个血 当耶稣拿起这个杯的时候 这个血代表什么 在伊甸园里面 亚当的堕落 是印着他什么 刚才提了 三个字 不顺服 这个血代表什么 存心顺服 与之一事 却实在是 加上 意思就是说 耶稣基督 代表教会 站在 陌后亚当 这个 covenant head 这个约的手 约的代表的地位 他 完全顺服 以至于死 把 这个当初 这个道德之约 工作之约 里面一切 原来要应许 给人类的祝福 透过耶稣基督 把他什么 earned 把他赚回来 所以今天我们得救 不是 不需要付代价的 原来亚当 我们的老祖先 没有付到这个代价 耶稣基督 站在 一个约的代表 用我的血说 你的新约 借着 耶稣基督 白白地 赐给人 不是亚当 不是人类 跟鲁力赚来 乃是 耶稣基督 代表人 他努力 顺服 他赚来 把这个约里面的 祝福 跪到我们的身上 这个祝福 包括什么 我们一段来读 他 凭什么 此约 将生命与救恩 借耶稣基督 白白地 赐给罪人 要他们 信耶稣 而得救 唯一 我们要做的 一件什么事情 就是信 但你发现 这个信 很有意思的 他后面一句 怎么说 并 应许将圣灵 赐给一切 预定得 生命的人 使他们 什么 愿意 并能 伤信 表示 不但是 得救 是恩典 你的信心 从哪里来了 从圣灵 圣灵 现在里面 东宫 就像我们在 系统神学所说明的 圣灵 这个神的话 把一个生命的种子 拨在我们里面 使我们 愿意 并能伤心 所以 这圣灵 透过这个 重生的 恩典 让我们的 自由意志 是什么 很愿意的 你不是勉强的 不是被强迫的 你不信就不行 不信就下地狱 不是强迫的 来自真的 我们从心里面 看见 他是我的救助 领地兄记得吗 上礼拜跟着交通 要信什么 信他的名 你是不是 真的信耶稣 他的名字是耶稣 是救助 为你的罪 定在死 替罪 带死 所以 连这个 得救的信心 其实 也是 在这个恩典 制约里面 并应许 将圣灵 给一些预定 得圣灵的人 使 他们愿意 并能 上信 所以你就会发现 哎呀 圣灵 圣灵 圣灵的我们 他真的好像母亲一样 看到吗 一个婴孩 圣灵的这个世界 不是他选择的 你千万不要以为 是我们 选择来这个世界 我们是完全什么 被圣灵的 圣灵 如同母亲 借着他的 神的化神的福音 在我们里面 把这个神的新生命 诞生在我们里面 使我们灵魂苏醒 使我们能够 见神的果 使我们能够 心理上信 能够口里承认 重生得救 当你能够 呼叫耶稣的时候 你是生出来了 Amen 但是能呼叫耶稣之前 其实你已经有什么 圣灵的工作 已经有这个生命的孕育 在你的里面 所以里面 特别最后这句话 非常重要 使他们愿意 并能伤心 好 我们再读 No.4 一同来 此恩典 自曰在圣经中 往往以一命的名称说明 来自立一命之 好 这个一命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放到西伯来书第九章 其实你看你们的讲义 里面都有这个Foodnote 很多经文的说明 但是因为我 为了发明 我就把这些Foodnote 我号码就把它除掉了 回去好好看 这些Foodnote的经文 我们看第九章 西伯来书第九章 好 一同来十七节 因为人死了 一命才有效力 若留一命的上载 那一命还有什么用处吗 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旋律的 好 那么 这个一命 我们 Kim James Bible 放着Testament 就是一命 那么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放得比较清楚 什么叫一命呢 就是 Will 就是你的遗书 遗命 那其实这里是用了一个的比方 因为一命 一书 怎么样才会产生功效啊 不是在人活着的时候 是大人什么 死的时候 这个遗命才产生功效 这个死是 预表谁的死啊 耶稣基督的死 所以在这里说 在 这个恩典之约 在圣经中 特别在西伯来书第九章 是用这个遗命 在说法 遗命的是谁啊 是耶稣 耶稣死了 这个遗命 这个遗书 这个月书 才会有功效 所以 当耶稣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 所立的新约 他有流血 他有死 才能够立出 这个的新约 其实这个新约 就是一个Vill 就是一个遗命 要用他的血 用他的死 才能够立到 他有功效 所以 我们英文圣经叫做 Old Testament New Testament 其实翻出来就是 前约 或者前的 一个的遗书 在旧约时代所表达的一个立约的方式 如同一个遗书一样 要用血 要用死 这个约 才能够产生 果效 才能够产生熟悦的果效 所以其实我们整个圣经 当然从那个名字 蛮恐怖的 因为是讲到 遗书 这本圣书 其实是遗书 你懂吗 Old Testament New Testament 一讲到新约 就讲到 耶稣要流血 用着杯 其实杯是用我的血 所立的新约 所立的新约的遗书 旧约有旧约的遗书 旧约的约 但是是预表 到了新约 当耶稣站在最后晚餐的时候 我们就看懂 原来这个的约 这个遗书 是要用耶稣的死 耶稣的血 才有果效 所以我们对这个 Old Testament 或是New Testament 了解它真正的意义吗 所以旧约不是只是 单单表达 在旧约时代 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带领 跟他们的历史 其实整个中心思想 还是讲到流血 高阳献祭 赎罪得救 大家只是 用旧约 用高阳 这个赎罪祭来表达 新约 这个新约的遗书 就比较清楚了 原来这个高阳 神的高阳 就是耶稣 除去世人的罪 好 我们能不能 现在开始有一个 从对整个圣经的 这个中心思想 从约的角度 开始有点体会了吗 好 有没有问题 从一到四 所以清教徒的神学 一个最大的贡献 就是他们 用了三年的时间 接着传道人 周夜去思想祷告 把这个约的神学 把它表达出来 所以第七章 是他们的一个重点 跟高峰 但之前他们前面一章 讲到这个神永恒 救赎之约 永恒的预旨 等下我们系统神学 会发点时间来谈 先讲到神的这个计划 然后再产生这个约 好 相对于第二个约呢 是不是 但是呢 这个功德之约的 其实 因着神的辅助跟卑微 我愿意跟你谈判 一定是个恩典 你懂吗 神是 好像就是 一个父亲 他跟孩子谈判 你做一个礼拜 帮我倒两次垃圾 然后呢 帮我洗一次碗 然后呢 我做给你 一个月十块钱 其实父亲这样做 你说是恩典 还是不是恩典 本来就是恩典 其实这个小事情 两下 大人都做好了 但是要给他一个机会 怎么 去训练他 让他表达他的顺服 懂吗 然后 可以透过这个机会 给他一个零用钱 懂吗 这个本身 就是一个 从广义上来说 是恩典 但是 相对于 第二个约呢 伊甸典 伊甸典之约 是一个工作行为 是靠你的行为 你的performance 才得到这个reward 但是 从这个工作制约的 开始 能够设立 这些是神的苦救跟恩典 就等于一个公主 下嫁给你 懂吗 这个是恩典 懂吗 他高高在上 懂吗 他为什么愿意 跟我们这次尘土 来谈条件 本身 就是一个恩典 但是 神是要透过这个呢 好让我们的顺服跟工作 可以表达出来 当然也透过这个险 让我们能够显明 我们是被造之物 我们要顺服在神的面前 因为神已经把万有的权柄 给了亚当 亚当是一神之下 万有之上 但是你 神要让他知道 你不是神 你不要 如同撒旦 撕探夏娃 你吃了 你总能够如神 自定 善恶 想怎么做 就怎么做 所以 也是透过这个的 善恶果树 这个的规定 去让我们去显明 我们真的 遵从神是谁 我们不是神 我们还是要活在神的车轨里面 你离开了这个车轨 你一定要搬车 你要怎么走就怎么走 你试试看 你就跳出这个车轨吧 你不接受这个道德 你不接受这个道德律的约定吧 人都会随意而行嘛 同性恋 堕胎 杀人 凶杀 各样的败坏 结果是什么呢 是痛苦 是悲哀 所以 也是 透过这个 testament 来说明 需要耶稣的死 才能够带出旧约跟新约的暗点 好 No.5 我们一同来读 死约 各有不同 献祭 隔离 而且这些在当时是够用而有效的 就叫圣灵的活动 来教诲并建立 神明对所应许的弥赛亚有信心 这叫他才能得完全的赦罪 与永远的救恩 此约称为旧约 所以在这里要表达的是什么 旧约也有人得救 但是肯定不是靠守律法 守住所有的道德律 守住十条诫命 所以旧约的人 也享受在这个恩典之约里面 这个恩典之约 透过什么去表达 献祭 各种礼仪的预表 最重要就是这个赦罪记 也是礼仪 当然 一个具体的恩典之约的表达 是透过亚伯拉罕之约 摩西之约 能够把这个约的内容 很清楚地颁布 那么 整个摩西之约 其实重点 不是十条诫命 记住 很多人都以为摩西之约的重点是十条诫命 一想到摩西 十条诫命 我们看了个电影 这些是犹太人派的十戒 你懂吗 犹太人看中什么 到现在还是十戒 但是假如你好好读圣经 神透过摩西 所立的所谓摩西之约 重点不是十条诫命 怎么知道呢 因为神跟摩西在希莱山 谈了四十奏页 谈什么 重点谈什么 慧慕对了 因为十句话 Ten Declos 几分钟都讲完了 但是为什么还要谈四十奏页 因为神知道 没有一个人 可以靠自己守得住十条诫命 诫命只是让人知诫 神定义要透过这个恩典 来赦免 来赦免 他的百姓 所以 启示摩西 怎么做会目 所以 摩西下了山的时候 要照到山上所指示的样式 做会目 哇 我们真的羡慕摩西 他一听就怎么 背起来了 他有个super memory 多好 我们一上课一看 讲义都背起来 多好 考试就不怕了 居然摩西能够清清楚楚 一字不漏的 神说跟他讲的每一个字 他都背起来 照着山上所指示的样式 做会目 好样式的百姓 可以进入会目 在会目前献祭赎罪 把赎罪的这条路显明了 所以旧约的人 在摩西之约里面 他们是靠恩典 靠羔羊的血 得救 摩西之约的重点 其实不是十条件 虽然是 摆明在百姓的面前 但是律法是一样的 什么 知罪 你知罪了 最后去献祭赎罪 律法的目的是什么 基督 所以《罗马书》第十章 讲到律法的总结是基督 这个总结 原文是telof 写一下 我们河尔本这里又翻得不好 应该翻说 律法的目的 purpose the end 这个end不是终结 我们读英文的时候 end 常常是表达目的 the purpose 律法 要 让我们 知罪 引我们到 这个昏幕 前面 献祭赎罪 所以 在旧约时代 所谓律法时代 基本上是借着应许 预言 献祭 隔离 等等 愉悦者的羔羊 这些都是预表基督 预表弥赛亚 那么旧约 蒙神拣选 有信心的子民 凭着信心去献祭 是有效的 是 在那个时代 是可以得救的 所以旧约的人 也是享受在这个恩典制约里面 得救 享受在亚布兰制约里面 墨西制约里面 好 所以第五点 有没有问题 所以第五点是非常重要 打破了整个时代主义 我们知道 有一个神学的系统叫时代主义 从最早期 18世纪末 19世纪出大笔 然后影响到美国的Scotfield 特别我们有了本叫Scotfield Bible 影响中国教会很厉害的 因为在这个Scotfield Bible 我下面的诸诗 都写了七个时代 七种旧法 特别是旧约是律法时代 靠律法得救 讲得那么肯定 靠律法得救 好 拜第五点 有没有什么想法跟问题 第六点 最重要 一档来读 在 实体基督彰显的时候 实施 此约的条例 来自圣道的传扬 洗礼和主餐 至圣礼之持续 这些条例 为数虽少 而且在实事上更为单纯 又少有外表的光荣 然而在这些条例中 对万国 连犹太人 再外邦人 更充分地 显明了 证据与 熟灵的效力 此约 称为新约 所以是两个 本质上 并非不同的 恩典之约 来自在不同的时代 只是一个 有相同的约 这个第六条 我们知道这个 中文的翻译 是赵宗辉老牧师 带着一群 忠神的学生 帮忙翻译 但是可能他老人家 在教队的时候 没有很注意 很多年前 他们翻出来 颁布在网站上 他们印出来的资料 居然翻了什么呢 所以是两个 本质上 不同 漏了并非两个字 不晓得翻译的学生 还是活在 时代主义里面 读是读了 但是读不懂 翻的时候 还是把时代主义的 观念翻进去 两个是不同的 我就 在1992年 在读博士班的时候 我们要看到这个 中文的资料 诶 不对啊 翻错了 我的写了一封信 把英文的资料 寄给赵宗辉老牧师 他那时候在洛杉矶 他一看 诶 王伟诚讲的对啊 我们一直都翻错了 那么重要的事情 怎么会翻错呢 马上网站就改了 从此在那个 China Christian Books 里面那个网站 都改过来了 因为是赵宗辉 透过他儿子赵天恩 帮助一群同工 在北京 做了这个 China Christian Books 的网站 把这个 信条 在网上公布的 结果过了一个月 你知道赵牧师 给我一封信 很有意思 他说 王弟兄 你现在在西米市 主公清教族神学 好不好 你毕业 你来我们翻译室 借我的工作 做总干事 给我一个offer 要做总干事 因为真的是后继无人 我们中国社会 最困难的一件事情 你的施工做得很好 很多爱主的神的老仆人 聘了一生 三十年 五十年 在那个施工上 摆上 但是常常后继无人 哎呀 他看到这个弟兄 又有 过去有墓会 又是基督之家墓会过 那么现在又在 Vasminstor读博士班 而且是专攻清教徒 他真的写了一封信给我 我现在还留着这封信 假如我毕业去那边 整个我的生命的道路 完全是不一样的 但是神还是感动我 我当初要去读博士班的目标 是要做什么 神学教育 因为我觉得中国教会的 神学教育是最困难的 为什么那么多的传道人 反对圣灵的工作 为什么那么多弟兄姊妹 他们没有得救的确据 一反对跌倒了就不得救了 很多的这些重要的神学的思想 是神学院教导 有什么的神学院 就出什么的传道人 有圣灵充满的神学院 才有圣灵充满的神学生 跟传道人 所以赵老牧师给我的offer 好吸引 但是我还是跟他回封信 我的负担是神学教育 所以每次我读到这里 还有信心感 因为这个是我改的 哈利路亚 所以 结理所表达的 是一个什么事情 两个 直到旧约跟新约 这两个约在本质上 并非不同的恩典之约 基本上都是恩典之约 本质就是恩典之约 本质上没有不同 只是在不同的时代 其实是一个相同的约 就是恩典 旧约的人靠 耶稣的学 新约的人也是 我们再看西伯来书 其实西伯来书很重要 所以John Owen老弟兄 单单注解西伯来书 写了六大车 六大车 你就知道西伯来书多重要 我们一同看 西伯来书 第九章 还是第九章 很重要第九章 第九章十五节 西伯来书第九章十五节 一同来 为此他做了新约的宗宝 既然受死 除了人在前约之时 所犯的罪惑 便叫蒙恩之人 得着应许 永远的产业 看到了吗 耶稣基督的死 也输了在什么 前约 直到在 在旧约的时代 甚至更广义的 是在这个工作之约的咒诅之下 从亚当堕落之后 在这个约里面咒诅 所有的这个之前的工作之约 包括 在这个恩典之约还没有显明 新约没有显明之前 有些都叫前约 耶稣 他的宝血 从一开始 亚伯 他的献祭 被神冤了 他得救了 亚伯是献什么 羊口 从一开始 就是通过献祭而得救 盖影不信 为什么一定要先养羊口 用我所出产的 我的奴隶 我个人所成就的 我献给神 讨神的喜悦 也可以啊 为什么要用羊口 盖影不信 其实这些是预表什么 盖影是预表人的想法 人的宗教 我要用人的方法 用人的努力 来 得到神的 祝福 但是神 定规 只有用羊口 因为这个羊口 不是人的努力 这个羊口是预表谁啊 耶稣基督 它是神的告疑 出具世人的尊严 所以 在希伯来书 十一章就讲到 亚伯是因着什么 这个字太重要了 因着什么 信 献祭 他信神的定规 信神的安排 不是用任何别的东西来献祭赎罪 不是用人的方法 不是用人的努力 来是用神的定规的 羔羊 我相信 亚伯当时也很难解说 你想想看 亚伯是个什么 牧羊的 他爱不爱羊 怎么可能把那么可爱的小羊 把他杀了 今天在美国杀条狗都有罪啊 在中国就吃掉它 美国不行啊 你想想看 何方是杀一个羊羔 那么可爱一个羊羔 怎么可能啊 神有没有搞错啊 所以盖影其实很难下手的 他是牧人的 他爱羊的 怎么 他最多只是喝喝羊奶啊 切点羊毛 做个衣服而已啊 他是不敢杀的 但是圣经说 亚伯是什么 因的信 可能今天你走到一条路 你也没有办法了解 也不明白 但是是凭着信心 你就知道是神这样带领你 你就走就对了 我也从来没想过 要去读神学 要去幕会 要办神学院 我真的从来没想过 你知道我最想的是什么吗 从年轻 一直最想的是做什么 做个工程师 哇 从中学就搞 这个收音机 对讲机 音响 然后我还做中学的 这个Wireless Club的会长 训练我的同学 怎么去搞这些东西 跟他们说明电路等等 我的梦想是搞这些东西 然后 后来我还带着我儿子 组装电脑 从零去买配件 把整个电脑装出来 这个是我最喜欢做的东西 没想到 要去读神学 真的 常常神给我们的带领 就像当年的盖颖 亚伯 亚伯从来没想过 要摘阳高 但是这是神的定位 神在你生命中也有个命定 明明你可能从来没想过 怎么可能坐在丰收神学院听课 不可能吧 对不对 神就带领啊 你们 成姐妹年纪那么大了 怎么可能连开车都不会开 还能够可以再上课呢 这是神的安排 真的 我看到 弟兄姊妹 你们真的从中国那么老远过来 我想当初你们也没想过 但是神就这样安排 所以四个同学突然间不见了 我是很难过的 你懂吗 因为我想 你们付那么大的代价 来到这边 我们也付了那么大的代价 特别 今天要讲到神的拣选 这个最重要的真理 有些人一辈子都听不懂 也不会有机会再听第二次 会懂 我的心里很着急 劝他们 训他们 Richard你要快点回来 但是他还是 院长我细心宛若 我还是不敢回来 因为当年唐山大地震很恐怖 怎么怎么 讲了一对 有没有跟你们讲唐山大地震 一定有讲 所以没办法 所以我们只有祷告他们平安地回来 我跟他说 我不能够肯定 明天会不会大地震 但是我肯定 你是神所呼召的 你是神所带领来这里装备的 神必保你平安 千人不倒 万人不倒 直在必不领导你 我说你跑得那么远 我怕你向越南 你就倒霉了 跑到灾难当中去了 不走在神的旨意当中 我告诉你才是最危险的 你不要以为 你可以躲起来 越南躲不起来的 你不走在神的旨意当中 神要你好好装备 你躲起来 神会打屁股 所以我都写微信给Ritual 我说其实最安全的 还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 不是今天听这个预言 听这个报告 你就今天担心害怕 你要相信 你是神呼召的 神要用你的 不会让你在地震当中就死掉 神不是白做一场 不会的 不用害怕 他居然还说是什么地震局的公布 我说怎么可能地震局有这种公布呢 所有地震的预测能够之前五分钟就不错了 到现在没有一个科学可以预测地震 是在什么时候 印度上上礼拜墨西哥的大地震 这个St. Andrew's Fort 是从那个新墨西哥那个城市 一直灌到洛杉矶 阶段比较 所以他们是比较担心是洛杉矶那边会有个大地震 是因为是同一个断层 但是他们没有因为墨西哥这个地震预测到北加州 但北加州 从1989年那个大地震之后 一直在预测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你知道我是1989年12月来北加州的 我们受到这个拼书邀请的时候 师母说十月才大地震 我们12月要去 那边有大地震 我最怕地震 师母最怕地震 我都跟师母说 我说假如是神的旨意拆派我们去 绝对是平安 假如你要躲反而是危险 所以我们1989年12月 初就来到了北加州 还听弟兄姊妹讲他们 地震那些经历 整个家里的游泳池的水干了 水怕那里了 跑到屋子里面去了 一震一反 游泳池干了 但是究竟上是很惨 桥断了等等 但是我们有神的护照 不用怕 你们 哈利路亚 好 那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今天 西瓜 1 1 2 2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